许多球迷都在为上海女排无缘联赛决赛而感到可惜,认为他们拥有拉尔森和金阮景两名奥运会MVP,理应闯入决赛之所以会无缘,和主教练王之腾的无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乍看之下,确实和王之腾脱不了干系,但仔细追究责任,应该还是和排鞋突然改变外援规定有关。 在上海女排两名外援都悉数到位,并已抵达赛区后,排鞋突然把双外援规定改成了单外援,这一改变也让上海女排措手不及。 虽然上海女排对新规进行了妥协,还发文帮排鞋灭火,但仍无法改变球队布局被打乱的现实。 按照上海女排签约两名主公,并把张艺禅便与倩转出的意图来看,他们其实是想用老公手来带新二传。 众所周知,便与倩已经帮上海女排征战了起码有四个全运会周期,已经到了退役的边缘,球队也必须在新周期找到合适的新二传。 所以为了给徐晓婷、陈芳林让位,便与倩被转会到了深圳女排。 但球队也知道,一旦更换了二传,肯定会影响成绩,所以他们为了确保成绩,所以找来了两名适应球能力较强的主公。 金阮景、拉尔森两人如果携手出战,那么即便徐晓婷的传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, 两位世界级攻守都能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徐晓婷,处理好一些球,减轻二传的心理压力。 但随着单外援规定的出炉,上海女排只能用本土的仲惠去搭档徐晓婷。 仲惠虽然已经征战联赛多年,可也是第一次以主力的身份代表上海打联赛。 除了必须要用仲惠之外,接应位置上也必须做出调整。 如果拉尔森和金阮景同时上场,接应可以派出后排保障能力较弱的王英迪,因为两名世界级主公会为他保驾护航。 现在仲惠必须上场后,由于他的保障能力较弱,所以接应位置选用了宫若首强的欧阳倩倩。 可以说,单外援的规定彻底打乱了上海女排的布局,联赛未开始前,上海大规模招入外援,吸收新球员和转出自家球员,就是以双外援作为基础。 笔者认为,上海女排在应对单外援时,还是应该把张亦禅和便宇倩两位老将召回。 若在单外援情况下,张亦禅的作用还是非常大,他的一船防守和进攻都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,身高比起重会也要高出不少。 便宇倩则完全可以用作压阵,在徐晓婷出现问题时,替补出战,帮助队伍打好关键球。 当然,这项规定是张亦禅和便宇倩已转回到深圳后才出炉,不得不说上海女排是吃了一个闷亏。 想到如此,还不如把杨洁送到深圳女排,反正杨洁出战的次数不多,一船和防守也是深圳女排需要的。